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2月4日上午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 中国俄罗斯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 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 2月15日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节目报道了叙利亚局势的最新动态 在俄国和中国就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议案行使否决票 导致议案流产之后呢 不仅招致西方国家的指责 就连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呢 也不理解不满意 如果此时此刻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再无谓的强调 巴塞尔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叙利亚政府军的坚不可摧 恐怕只会起到消极的误导作用 负面影响中国高层的计时的思路以及决策 社科院的佐达培老师对此进行电评 今天早上看到的凤凰卫视的电视台的早间的新闻报道里头 谈到叙利亚问题 借口是节目的主持人 是吧 新闻报道人员 和这个他们驻叙利亚雷巴嫩边境的那个记者 我还记得说记者 阎明 我就不客气点他这个名 阎明 跟他对话 阎明在那说什么呢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报道叙利边境到底怎么回事 他在那说什么呢 中俄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了那个那个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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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蒙的阿蒙的提案 这个造成很大被动第三世界国家都反对中俄 我们不要在第三世界对劲 讲了这么一大声 凤凤卫斯的编辑人员 让一个记者不报道现场的情况来讲这个东西 你他有你注意他不是在联合国大会上 他不是在纽约 他是在雷巴嫩和薛亚的边境啊 你讲这个东西 根本就是蓄意 什么呢 不是现场采访 而是表达一个什么 反对我们国家的 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进行抵抗的外交政策 我说话不客气 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无条件的支持 很多东西我也反对 我也批评 但是我就有一句话 总的来说 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 问题是他的投降主义 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不敢斗争 这一次好不容易 我们左派很多网友说嘛 好不容易硬了一下 在联大搞了一次反对票 动用了一些否决权 凤凰卫视的一个小小记者 一个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就这样大忘绝词 来攻击 暴露了什么 就很简单一句话嘛 他们就是要给美帝国主义当作伙 实际上去掉问题 完全是西方挑起来 其实广大发展中国家 像什么印度的巴西的都很清楚 所以他们对西方的态度 基本上都是抱不散 只不过没有采取像中国和俄罗斯 这么激烈的态度 哪里是什么发展的国家的态度 中国对立的 跟中国对立的是谁 是美国 是法国 是英国 美英华三大巨头 连德国和日本都不是很 都不是很强烈 是少数西方大权主义者 他们在叙利亚上玩的一切 世界在搞什么呢 表面上说是要倒掉巴西尔 巴西尔好不好 我说实话我还真不判断 是吧 巴西尔好不好 应不应该下来不判断 但是自从 有相当的媒体报道说 叙利亚 自从应该有一半的群众 不是自是巴西尔的 美国共同权上 是留多少群票 是吧 现在我强调的根本就不是巴西尔 到底好不好 应不应该下来 我强调的是一句话 巴西尔是应该留在台上 还是应该下台 这个是要虚假人民自己决定的事 任何外国无权担忆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 包括联合国大会 就一点点话 都不闭嘴 谁也不发言你看 听什么发言 而西方 玩弄一切积木 要搞掉巴西尔 而中国 特别有一些 中国人 是美帝不主义的走狗 在那鼓吹 本来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心叫喊 实际上 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 他们是要把这个模式引到中国来 就是一句话 中国谁要上台 谁要下台 要美国人说了算 要法国人说了算了 要英国人说了算 他们要搞这个 谁要不停下来 他们就要鼓动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什么决议 然后呢派兵来打中国 他们当然是不仅是代入党 他们还想多权呢 想当官呢 就是这么一帮人 所以我就说 凤凰卫视的现在的态度 最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的代入党 中国的卖国费 要给美帝国主义当圈区 所以他们才在 叙利亚的身上 如此之热心 中国的外交政策 表情一点强硬的 他们就要诋毁 为什么呢 这么强硬下去 他们图谋实现不了了 这不这么简单吗 他们美国大爷 称霸世界的东西 实现不了了 所以他们在玩弄这套 这就是卖国贼 所以我就认为 我有自相发起的 惩办汉奸 这个建议太对了 像凤凰卫视的 都是都有一帮汉奸 像那个什么什么严明了 什么什么几个记者 他们自信